我们谈谈航运股 因为最近消息也多 还有股价也很错 这是杜哥 他想问2343太平洋航运 他想请教你 Steven说美国当局打算压航运费 他说怎样看航运股的前景 他上星期以3.2买入太平洋航运 他说短线怎算好呢 他有求指引 航运股当然要关注的 其中一点就是美国方面 会不会有多少小动作影响到 第二就是要懂得监止 去查一下波罗的海运的运费 汪散货指数 对了 会不会有些调整呢 因为始终这个反货 其中之一个炒作的诱因 都是因为运费 还有加上的需求 各人的参照 2343就在我心目中 不是我的首选 我首选我喜欢海风1308 我喜欢1919中原海空 但是2343不是坏的 他也有刚才我赞外一些强势 股星浪那些走势 军战一边排好 这些全部都符合的 那你也都见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股份就在三元那时候了 那六月中呢 就终于可以冲穿 那现在休息的时候呢 其实也没有回失过三元的 那其实是很美的 那所以我觉得有货的朋友 或者没有货的朋友 三元左右 其实都值得拥有的 那如果你说真是去订 一个止捷位置的时候呢 我认为如果是跌后市 跌穿两个七毫半 两个七毫半做止捷 首先呢 因为这只股份呢 连带来其他同事 其实最近都有得炒的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回 大概首先看四元 甚至乎四个半都合理 那就看着这些位置 会比较是值得中长线去榨 那可能我认为 随着疫情的恢复啊 航运那个业务的需求提升啊 那还有这个板块 其实我相信很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会发型起的了 那所以不妨等下这些理好 看四元四个半 那只要不失良那七毫半就没事了